大家好 我是指挥中心疫情监测组组长周志浩 教员是学习知识的场所 请落实防疫措施 为孩子建立安心的学习环境 请家长注意孩子的身体状况 发烧或身体不舒服时 要赶快就医并且在家休息 也请大家共同配合 第一 保持教室通风 使用空调时对角要各开一扇窗 并注意环境清洁 第二 餐点分贝请由固定人员执行 打赛前请量测体温 清洁双手以及佩戴口罩 第三 搭乘学生交通车或大众运输时 也请记得佩戴口罩 校园防疫不松懈 安心学习有保障 让我们一起努力守护孩子的健康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五堵隧道帅气抵达基隆市 受到基隆市长林又昌 立委蔡适应 邱成远以及基隆市议员苏仁和 郑文廷和林敏勋的热烈欢迎 苏贞昌特地带领行政院秘书长李孟燕 经济部长王美花以及交通部长林佳龙等人 从新北市汐止区骑车穿过五堵隧道抵达基隆市 同时宣布送给基隆市一个春节大红包 也就是由中央全额支付1.8亿元 帮助基隆市串联现有基隆市基隆河岸 自行车道7个断点完成北北基基隆河 自行车道最后一里路 所以今天特别来基隆送大礼 希望让整个小大车道 能够一直从台北新北沿着基隆河 沿着河岸一直从续职来到基隆 那现在我很希望能够从淡水河口 那吃了小吃然后再到基隆庙口 那骑了这一层后到基隆可以大吃一顿 那接着还可以到瑞芳 所以今天我特别在这个地方 也看到基隆林市场很有规划 我们有一些筹备 最后一里路完成后 让民众可以从淡水老街 一路轻松安全的骑自行车 到基隆庙口夜市 一路运动赏景吃美食 因此行政院长苏贞昌 送的这份春节大红包 也受到基隆市长林佑昌的感谢 我特别去拜访苏院长 希望能够得到院里面全力的支持 那因为这个是一个跨部会的一个事情 有很多困难的点 另外就是经费上面 也希望中央全额来给我们补助 那这个基隆河岸的自行车道 其实地方上已经争取了十多年的一个时间 那但是一直没有办法开辟完成 所以每一次在议会里面 议员也都会提起 那在我上任之后呢 我开始指示公务处进行相关的规划 那后来进行细部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是带着计划 带着细部的一个工程的方案 去找这个苏院长 请他来协助 那当然苏院长也指示 李孟彦 秘务长来进行协调 很高兴在农历过完年之后 有了一个好的一个结果 不用花到基隆市一毛钱 又可以完成这么多年来 基隆市一直想要推动 串联基隆市内 基隆河岸 自行车道这些断点的梦想 基隆市长林佑昌努力争取 完成历届基隆市长 都没有做到的事 也让一心要推动地方发展的 当地里长 不断感谢林佑昌的帮忙 感谢你 这样有十年了 我等十年了 我先等20年了 后面你要串联 我们到行销之用 很感谢你 市长有来在串联 有来有来 感谢你 这是我们的好奇 基隆市民的武器 我们一同如愿 谢谢 祝你们 金出超过十年了 地方上应该争取超过十年了 好啦 谢谢你 谢谢恭喜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 我刚才说到时候 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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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没问题 我来祝你 OK OK 谢谢 谢谢 辛苦了 谢谢 这项基隆河岸自行车道串联计划 预定要花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林佑昌表示将会在他这一任市长任期内完工通车 也期待能够如值如期的完工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而收到中央送的春节大红包 七个断点中的五堵隧道出口将新建月提道路 在暖江桥上游的新龙阶段将会依照基隆暖暖区议员们的争取 新建悬壁市车道 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送给基隆市一个春节大红包 也就是由中央全额支付1.8亿元 帮助基隆市串联现有基隆河岸自行车道七个断点 其中在七堵区五堵隧道出口以及堵南抽水站 将新建所谓跨越河堤的越堤道路 而在暖暖区暖江桥上游新龙阶段将会依照议员林敏勋 王昕之以及联恩典等人在议会考察时的建议 新建悬壁市的车道 另外过港路路段也将新设清水步道 也可以在淡水老街吃小吃 逛逛街然后骑着自行车到基隆庙口来吃小吃 那中间还可以经过很多台北市跟新北市的一个景点 我相信这个是基隆跟整个大台北首租圈 北北基陶进一步的一个连结 除了过去的传统通勤的一个交通 还有之前我们推动北无独国际研发新政 基隆捷运产业的一个连结 基隆河谷廊带的发展之外 连观光跟休戚都透过这个自行车道全部传染起来 那好家在由我们会做事的苏贞城苏院长 搭配我们的部长以及各县市的政府来通力合作 那我们期待这个四年内能够把环岛一号线 主要的这个马路全部都整合起来 那我刚刚就在想啊 从基隆到台北其实是很近的 我们现在当然许多的公共工程都在推动 那未来搞不好我们基隆市 或者我们的市政委也可以来宣传说 以后基隆人到台北上班上课 不见得要坐车也可以骑脚到这里不错了 我刚刚算了一下骑一个小时 多一点就可以到立法院了 下次我找休息人一起骑一下 谢谢大家 那往往要往北部的话 想要来到我们的家乡基隆吃个小吃 以往都要骑到南港那边 就要从研究院路那边出去 然后可能就走心台五线 那都非常危险 所以常常都没有办法 这算很近但是没有办法进路 那未来相信这样的自行车号 任督二脉跟基隆市打通之后 我们大家不管说对基隆的市民 还是对这个大台北地区 都是一个很好的帮助 那当然结合我们林部长 我们在官方上的推动 我相信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这个北北基自行车道串联 五堵到瑞芳段的计划 将会让基隆河岸自行车步道 更完整更便利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翻转基隆新藏地区的 基隆成绩转运站工程 进度相当顺利 玄阶新转运站与旧火车站的 大型后车顶棚 农历年后开始进行 刚驻吊庄阻力 金融市长林悠昌 特别前往工地视察 林悠昌强调 金融城际转运站 不仅让市民通勤更为便利 并与首都生活圈紧密结合 更代表国家门户的蜕变更新 金融市长林悠昌与副市长林永发 秘书长黄俊毅 及观光及城市行销处长曾志文 交通处长苏先知等人 共同为衔接新转运站与旧火车站的后车顶棚 首支钢柱主力锁上罗帽 建政既用城际转运站工程迈入新的阶段 距离8月完工的目标更进一步 我们总共在大顶棚这个地方呢 有16根这样的一个柱子 那我们这一次第一批先做了6根 要立柱要6根的立柱 我们预计呢 这个部分是后车顶棚的工程 在6月底要整个完成 我们新的转运站的这个 相关这个外加进版的这样的一个施工的这个部分 最新的进度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 整个一楼跟二楼的部分呢 已经都完成了 那三楼的部分也都已经有60个 60个要做外加进的部分 已经完成了36 也是一半超过了 所以这个应该很快就会把这个 整个外加进的部分做一个完工 刘昌表示 除了机油成绩转运站工程进展顺利 3月即将开始的国门广场工程 将让市民体验基于新藏地区的大幅改变 这两项工程也代表国家门户的蜕变与重申 那三月份我们成绩转运站 这边开始立足嘛 三月份同志立足 然后国门广场的那边就开始动工 开始动工 然后在今年的八月份 希望整个成绩转运站可以完工 然后国门广场的第一期的工程 也希望在八月份能够完成 所以你想想看 现在的八月份大概只有半年左右的时间 大概两个月两个月左右就会一面一面 官网及城市行销处处长曾志文表示 位于市区交通枢纽地带的金融成绩转运站 为两层楼建筑 将配置国道客运月台13席 四公车月台12席 包含后车大厅 旅客服务中心附属设施 及户外花园等 旧火车站重塑后 也将透过大顶棚 成为城际转运站的一部分 有效串联新旧火车站 及港区C23号码头仓库文创专区 将成为服务市民通勤 与外来旅客 邮轮旅客观光 及商办人士运输的重要据点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导 在电影来看 基隆光一路高架桥下的一根直径 20公分的大水管 突然从天而降 榨成大小碎片 水泥及碎片波及下方的车辆 幸好没有人受伤 金融市政府是紧急派员处理 避免意外再度发生 最近20公分的大水管 从天而降 掉落路面后 榨成大小碎片 大量土石布满马路 还喷到两旁汽车 突如其来的意外 让民众看傻了眼 危险情况还没解除 抬头一看 还有半截水管 摇摇欲坠 事发在金融市光一路 20号下午一点多 高十公路桥下的水管 淤积过多的泥沙 导致固定的环扣 无法承受重力而断裂 直径20公分的大水管 从10公尺的高空 直接砸落 而去年12月 同个地点就曾发生 水管破裂情形 把路面清干净通车 然后上面悬空的那个管子 我们会把它清掉 今天下午要叫掉车来把它清掉 好险好险意外当时没有人车经过 路边的车损也不严重 金融市公务处表示 会尽快进行全面检修 不让类似意外再发生 记者黄绍铭 同样也是意外消息 要带你来看 基隆巴德路一处的民宅 疑似因为电线走火 短时间内 两层楼的铁皮建筑烧得猛烈 不幸中的大幸是 独居的91岁老翁顺利逃出 虽然头顶上的毛帽有烧焦的痕迹 但是人只有轻伤 是家中警报器发挥了作用 救了他一命 大火不断从两层楼高的铁皮屋窜出 冒出阵阵黑烟 直冲天际 消防局出动五个分队前往抢救 一旁打火兄弟试图撬开铁皮 而整栋建筑物陷入火海 还好独居在里面的91岁老翁 及时逃出 仅受到轻伤 电关哦 哭味道 惊险逃出的老翁脱下帽子惊魂未定 上面还有被烧到的痕迹 当时他在看电视 发现电线走火 没多久火势瞬间变大 他赶紧逃出 八堵路上一间铁皮屋 着火 里面放置一些废弃的东西 因为老翁我们把他抢救出来了 没有人员的伤亡 目前火势已经熟灭了 还好屋内装有注警器 发现警报器响了 大火瞬间燃烧 才赶紧逃出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基隆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香火鼎盛的死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要等你来看 基隆市南龙路一处学生 上下学必经的人行道旁 出现了边坡土石滑动 党土墙军列倾斜的现象 接获民众反映的 基隆市议员郑文婷 特别前往现场会刊 基隆市政府方面表示 将尽速施工改善 这条位于南龙路拍摄所 宇南新街路口间的人行道 是南龙国中小学生 上下学必经之路 不过一旁边坡出现土石滑动情况 倾斜的党土墙 甚至压到了风雨走廊立柱 接获民众反映的 基隆市议员郑文婷 特别前往会刊 要求立即改善 我们接获民众陈勤 就是说这边的边坡 其实已经土石滑落 有一段时间 那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看到这边的缝隙通 都已经爆开来了 甚至这个崩落的情况 也已经造成这一个 党土墙都已经撞上这个护栏 这个柱子 那因为这个地方 很多行人在这边通行 而且学生上下学 也都会走这边 所以我们认为说有赶快进行修缮的一个必要 尤其下雨天的时候 那个土石整个滑落的话 那个会造成更多的一个危险性 那我们希望市政府在这个部分 能够尽快的来进行一个改善 如果是市有地的话 你们大概会怎么处理 可能就是重新做一个党主讲吧 不然你说这个情节 他也会已经讲到这个党活的结构 他这边已经撞到那个 对啊 已经贴到了 包括国有财安署 与基欧市政府公务处及德爱区公所等单位 都到现场了解 厘清土地全署 公务处方面表示 如果确认属于市有地 将把原有党土墙拆除重做 以维护边铺安全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 为了鼓励媒体制作优质的儿哨节目 让儿哨节目成为孩子成长过程中 一个重要的养分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主办的第20届 国人自治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 五星奖颁奖典礼 特别评选出 荣获五颗星的优质儿哨节目 也从中选出了六个年度大奖节目 由公共电视台直播的 神厨三思获得五星推荐之外 也夺得年度最佳儿哨节目奖的殊荣 现在就带您一起去看看 听说只要用科学来做料理 就会更快达到神厨的境界 比如说没拉反应 就是吃了不会拉肚子哦 哈哈 纳豆公是没纳反应啦 不是教小朋友做菜 也不是探讨食安问题 由公共电视台制播的 神厨三思节目 尝试以跨领域的方式 由主持人纳豆带领小朋友 探索厨艺背后的科学道理 让生硬的科学变有趣 我是制作那个神厨三思 然后它是一个 就是科学跟厨艺结合一个 跨领域的一个儿哨节目 对那因为就是说我们做这种 怎么说就是难度会比较高 是因为说 一个就是比如说做菜的领域的人 跟科学领域的人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那个就是比较困难 在统合上面会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就是变成说 我们在做这个节目的话 我们要如何把这些领域统合 然后又要让那个小朋友 可以就是又好玩 然后又轻松活泼的 就是可以对这个节目 然后很有感觉 比如说像我们中华料理 就有很多的料理单字 那这些料理单字 是不是煎煮炒杂什么之类的 那我们都会有一个这种料理 就是料理单字的那个 一个背后的科学原理 然后做一集的主题 其实说大家在做同节目的 的组都是 的团队呢 都是在做 都蛮困难的 那尤其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挑战一个 就是你就算做再精致或是怎么样 就可能就是会挑战小朋友的收视时间 他们或者是他们的收视平台 对那都是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就是说我们做电视节目 那如何又要能够让小朋友在网路上面 可以看得很轻松愉快 对或者是会主动想要去收视 在网路上主动想要收视 这都是我们要在努力的地方 恭喜 节目单位投入心血制作儿少节目 台湾媒体观察教育基金会 也大力推荐优质儿少五星节目 欢迎民众踊跃收看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 同时美观也特别感谢中加数位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赞助经费 持续支持优质的儿少节目五星奖活动 一起来关注儿少的传播权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 老一辈的年少回忆可说是城市的珍藏记录 在四四南村深耕的在地美食品牌好秋 启动郡村老物策展计划 邀请曾经居住过的居民 带着旧照片物品来免费吃顿饭 透过口述历史传递文化 从小居住在郡村的李浩尊 对着景邻的住所文化拥有颇深厚的情感 长大后他的婚礼不在华丽的饭店会馆举办 而是选择回到四四南村内 结合小时候的游玩路线 旧物件 老照片元素 办一场传递情感又别具意义的婚礼 包含甚至到我们当时设定的整个进场 都有设定比如说 因为像我先生有说过 他以前上学会坐公车到工人那边 然后再走路这样回家 所以我们就有设定这个路线 要这样子引起的这个过程进来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心思 试图在这个空间去 去能够呼应我先生的成长背景 然后去让我们的婚礼 它非常的具有意义 然后呼应这个成长的辈子 对 那我觉得像在这个婚礼举办的意义 对我们来讲就是说 我看到爷爷他们当初这样子 算是飘洋过海来台湾 然后在这边重新建立一个家 而那个家对我来说就是 就是我的老家 那每个人心中可能有不同的老家 有人可能在不同的县市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这边 那在爷爷成长的过程中 那因为我的家庭就是我的爸爸这一辈 总共有五个兄弟姐妹 那也经常听到爷爷说 其实对他来说 他很有很有成就感的地方 其实就是说他一手在这边 然后带大了五个小孩 然后把这个家成就起来 那其实是很有成就感的 那这个成就感也对我来说 是很有很有意义的 就像我刚刚我太太讲的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能够在这边成家 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这样的真挚回忆 圆满了李后尊夫妻对家的回顾 与人生纪念 对从小也住在郡村文化的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来说 特别悸动 在好秋品牌启动回家说故事 口述历史影像计划开跑记者会上 她大力表示支持 这样的深化传承活动 我妈都说她发薪水完就没钱了 因为要还上个月的债 我就开始设账 然后下次下个月再来还上个月的债 就是大家一起互相支持 这是眷孙很特别 包括现在我住的不久 但是我哥哥他们住的 他们到现在小时候的朋友 都还有在联络 甚至常会开什么同学会 然后回去就在讨论说 小时候谁打过谁啊之类的 我觉得那个东西 跟现在的城市生活可能很不一样 回家说故事计划 邀请曾经居住在四四南村兵工厂 眷村的民众 带着珍藏老照片与物件 回到好秋免费吃顿饭 娓娓到来过去眷村生活的回忆 留下影音记录 未来好秋将会策展重现 在当代生活中持续传递在地历史特色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想创业的民众 要加盟连锁美食咖啡饮品品牌设计 环保科技设备器材等领域 可以到台北国际连锁加盟大展来走走 各大知名品牌释出招揽伙伴的优惠 说不定可为自己的未来创造更多的机会 知名首摇茶饮火锅美食早餐品牌 都参与台北国际连锁加盟大展 释出招揽创业伙伴优惠讯息 早午餐业最低价10万就能加盟创业 甜点店各式3.9万就能开业 抢工年后加盟创业商机 台湾连锁加盟出招协会 几办春季展 已经迈入第22个年头 我们每年在台湾北中南 共进行5场的展览 在国际海外也协助展览素食场 所以让台湾联锁加盟出席协会成为一个实现创业梦想的平台 我们提供最新最优质且安全的环境 来让创业的伙伴们有一个最好的平台环境 我们台北应该是联锁产业最多的地方 台北市我们算广整个有将近两千个 然后密度是世界第一 所以联锁加盟在台北市的商机也非常非常的大 那尤其是今年疫情开始之后 其实整个经济转型到一个完全新的常态 那经济发展跟经济活动 尤其像今天看到非常多的产业 他们其实在这一波里面其实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因为宅经济发生了 无接触经济发生了 然后提供服务的新的形态也发生了 所以我们相信在2021年 我们的联锁加盟企业会可能发展会比现在更好 所以在台北市政府的立场也是 很欢迎你们在台北市办这样的展览 第二个我们也可以刚全世界来宣告 其实在台北我们是正常的生活正常的工作 那最重要是在台北可以找到最多的商机 展览也广邀产观学专业讲师 针对创业名人成功经验分享 市场开发与选择品牌行销攻略等主题演讲 去年吸引了12万人次参观 预估今年看展人潮可以突破15万人次 创造2万个就业机会与3亿市场产值 记者问郡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